伊朗报复箭在悬上,为何迟迟不见动手呢? 知情人士报告,伊朗新总统和哈梅内伊的分歧,伊朗究竟在忧郁什么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淑君,欢迎收看严淑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伊朗报复箭在悬上,新总统立足哈梅内伊攻击令,终究还是不敢打吗? 在8月8号,伊朗当地时间凌晨4点,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军集结在伊朗席部,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当时美国媒体再次发出战争预警,称伊朗可能会借这次演习在三个小时后对以色列发起攻击 不过呢,就和5号那次美国就预测伊朗会发起进攻一样,以色列与伊朗的全面战争依旧没发生 现在的形势也让人很好奇,伊朗现在说的话一天比一天狠,对以色列的报复也是箭在悬上 但为啥这支复仇之箭始终没有射出去呢? 伊朗媒体就为我们揭示了这么一段内幕 根据伊朗国际电视台8月8号报道,据伊朗政府知情人士透露,在哈姆斯领导人哈尼亚死于暗杀后 伊朗高层对于是否立刻对以色列展开报复,产生了严重分歧 据或计在哈尼亚传出死信的几个小时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列伊就立马召集了伊朗革命位置的指挥官们 并且已经下达了直接打击以色列的命令 但随后伊朗新就职的总统佩泽西齐扬在会见哈门尼亦的时候,立足哈门尼亦的攻击令 佩泽西齐扬表示,如果直接对以色列展开攻击 以色列可能会对伊朗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严厉的报复性攻击 其后果就是削弱伊朗的经济实力,并可能导致国家崩溃 伊朗媒体提到,在听完佩泽西齐扬讲述后,哈门尼亦并没有做出承诺 对于是否支持这位伊朗新总统的言论,哈门尼亦也没有拿定主意 我认为这个内部消息的真实性还是蛮高的 正好符合了现在伊朗矛盾的心态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这几天伊朗都是虚张声势 他们终究还是不敢打呢 其实从这几天的国际动向来看 与其说伊朗政府怕和以色列战争 倒不是说伊朗政府已经将哈尼亚之死当作筹码 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你看在事发一周的时间里 俄罗斯联盟安全会议秘书邵伊古闪电访问德黑兰 而约旦外交大臣以及埃及外长利马和中国外长通了个电话 同时马克龙也给佩泽西齐扬打了一通电话 呼吁伊朗保持克制 美国与英国则跑去和以色列协商如何应对伊朗报复 可以说五常第一事件都行动起来了 这事已经不单单是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私人恩怨了 尤其是美国利益绑定太大 一方面向中东增兵 另一方面又在呼吁各方冷静 同样很矛盾 我认为现在伊朗政府的优先选项 就是借此事逼美国让步 包括让美国减少对伊朗的封锁 以及逼内塔尼亚胡政府接受加沙停火协议等 只要伊朗把握好这个报复时效期 一点点加码 但不轻易出手 那么这件事就足以对美国构成政治威慑 至于伊朗最终会不会动手 还得看伊朗是否满意自己得到的 至于以色列 那就是奔着赶紧打一仗 然后逼美国下场去的 所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再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 以色列是体了心拖自己下水 反而自己的敌人伊朗 依旧还有斡旋的空间 不得不说也挺讽刺的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这段课程中的 筹以及筹区